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自媒体创造者的工作空间分享 关于工作空间的打造呢 我是比较服气的 就只要好用能用就行 可能有些地方打造的比较粗糙 不够完美啊 大家多多见谅 也可以给我多提提意见 非常感谢 一次呢 我用的是网易严选的 这个千元左右的人体工程仪 相比我之前使用过的三四百的工程仪 就体会到了 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更贵的呢 我也买不起啊 对比之前我使用的椅子 在使用感受上确实有很大的提升 就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镂空网布的设计 看起来很有科技感 坐面是弧形的镂空设计 腰拖和镜拖都可以移动调节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坐起来会很舒服 最神奇的是 椅子下面呢 还有一个可以抽拉的躺书宝配件 想休息的时候呢 拉出来调整一下 座椅的角度就可以躺上面了 或者呢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躺着写东西啊 简直就是不能太舒服啊 座椅的角度最大可调整是135度 我觉得如果这个躺的角度再大一些的话呢 我就不需要床了 座椅呢 我用的是乐哥E4的升降桌 配了一个1.4米的白色桌板 升降桌呢 是我一直新兴建的产品啊 这两年坐自媒体经常需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写文啊 解析视频 就算我平时很注意锻炼身体啊 但是久坐呢 确实会让这个腰背觉得不舒服啊 自从使用了这款升降桌 我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呢 都是站着工作 累了的话 那就直接一键就可以降到坐姿的高度啊 而且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舒适程度来调整桌面的高度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调的更低啊 还适合儿子去使用啊 甚至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升到最高 然后站在这个上面来一边锻炼 一边处理一些不需要集中精力的工作 或者是娱乐 E4的升降范围是从60厘米到125厘米啊 所以叫桌面的升高 乐哥E4逐渐是有明显的晃动感的 不过正常使用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毕竟呢 也只是敲敲键盘嘛 E4呢 可以有储存三档的调节啊 还有一个自带USB的充电口 平时呢 这个桌面除了作为放置我电脑的以外啊 我也会用来进行拍摄一些产品的开箱和特写 因为有升降的功能 在拍摄的时候呢 还是很方便的 我平时拍摄的一些产品 那大部分都是深色的黑色的比较多 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白色桌面的一个原因啊 只是白色的桌面不太耐脏 平时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会在桌面上垫一块桌垫啊 桌面上我放了一台2019款的iMac 这是我的主力生产力工具啊 还有一台淘汰下来的U-Pi VPS468的显示器和iMac组成了双屏幕 其实如果是为了纯美观的话 只放一台iMac会更好看一些 不过苹果的系统屏幕啊扩展功能 搭配双屏幕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啊 平时写文案的时候呢 可以用另外一块屏幕查阅资料 写分镜的时候呢 可以用另外一块屏幕来看文案啊 剪片子的时候呢 可以把素材或者是浏览窗口单独放在另外一块屏幕上 甚至我也习惯了在使用MacBook Pro的时候 使用iPad Pro来当作复评 至于另外一块屏幕呢 是横放竖放或者是放在左边右边或者是上面啊 就看个人的使用习惯了 那我自己呢 习惯是把另外一块屏幕放在左边啊 我非常推荐做视频自媒体的小伙伴啊 尝试一下双屏幕的搭配啊 用完就回不去了 大家都知道啊 iMac的配置容量稍微高一些啊 这个价格就会高不少 我当时选择的是512GB的硬盘容量 对于视频自媒体工作者来说啊 肯定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选择了一款 莱斯的磁盘阵列啊 这个价格呢 要比市面上组装的一些磁盘阵列要更贵一些啊 当初也是被它的颜值和丰富的扩展接口所吸引 就摇耳牙入手了这款磁盘阵列啊 这款磁盘阵列呢 是雷电三接口的 传输速度很快啊 虽然跟苹果原装的SSD速度还差了不少啊 不过呢 用来剪片子的什么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而且接口也比较丰富 有常用的SD和CF读卡功能 USBA USB-C的接口 iMac连接另外一块屏幕呢 也是通过这个磁盘阵列来连接的 屏幕挂动呢 用的是明基的那款 之前的视频呢 跟大家多次介绍过 另外桌面上还有一台网易严选的台灯 颜值很高 科技感也很强 之前的视频呢 我也讲过啊 这个跟我之前评测过的一款戴森的几千块钱的那个台灯啊 在感觉上有点像啊 不过呢 这款台灯呢 只要300多块啊 乐歌E4搭配的桌面呢 只有1.4米啊 放两个屏幕加磁盘阵列和台灯呢 会有点拥挤啊 之前呢 我在网上也搜索了很多的电脑增高价 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正好前段时间呢 有一个粉丝的朋友非要送我一个电脑增高价 收到以后呢 我简直是太满意了 就是完美解决了这个台灯和磁盘阵列拥挤的空间问题啊 这款增高价呢 简直就是按照我的想法量身定做的这个事件呢 真的是太奇妙了 后来呢 为了感谢这位朋友呢 我还给他寄了我们这里的一些土特产啊 很多朋友会问啊 有必要使用这个增高价 虽然有了升降桌 是可以把屏幕升到视线平视的位置 但是呢 胳膊呢 要抬得更高 有了增高价呢 就可以很自然的把胳膊放在桌面上 相对来说呢 更舒服一些 那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那另外增高价呢 也可以增加桌面的纵向空间 那下面可以放MacBook Pro iPad Pro之类的大型数码产品啊 上面呢 可以放我的另外一块键盘啊 说到这块键盘呢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之前呢 我一直用的是苹果的原生键盘 手感一般 后来呢 无意间了解到有一款完美适合 Mac的机械键盘 京东京造K2啊 价格也还可以啊 我就在闲鱼上以比较低的价格 买了这款键盘的原生版本 KCROM K2啊 京东京造K2相当于这款键盘的贴牌产品啊 两款产品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当时没有太在意这个机械键轴的问题啊 就是我选的是茶轴的K2 安静的情况下 打字的声音有点大啊 不太适应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款键盘确实完美 是和MacOS的系统啊 键位和原版的苹果键盘几乎是一样的 打字手感呢 提升了很多啊 有多种背光的设置 也可以快速的在三个不同的设备上进行切换连接啊 对于使用Mac的电脑的小伙伴来说啊 如果你追求键盘手感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款好贵不用啊 不是好用不贵的蓝牙机械键盘啊 再来来讲讲理线啊 这个应该是我最不擅长的方面 就我参考了一些网上比较普遍的设置啊 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一些经验 我是属于佛系的线派的 就只要电线不是太乱就可以 使用Mac的电脑 使用的线材呢是比较少的 不过毕竟生产力工具嘛 需要外接屏幕 此番阵列的情况 所以这些设备都摆在桌面上的时候 下面的线呢其实也有很多 我用了一家的Sigma的这个离线槽 这个离线槽感觉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好用啊 不过经过改进呢 也算是把我所有的电线 边压器都塞进了这个里面 这里面建议大家选择插板 一定要选择那种长排的 有多个插孔的排插 那我这个上面的插座呢 几乎都用完了 一些裸露在外面的线呢 我会用这个模式扎带 把它们扎起来 看起来更美观一些啊 最后跟大家来讲讲氛围灯光的部分 我在桌面的四周呢 贴了小米的LED灯带 之前的视频呢也跟大家介绍过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塑造氛围光 不过还是因为灯带照射距离有限 我就考虑在墙上贴了9块的Nano Leaf的一个奇光板 这个奇光板就很有科技感 通过拼接可以支持触控和声音来改变每块灯板的颜色 通过APP里面有大家共享的配色方案 也支持苹果的HomeKit来进行设置 关掉所有的灯打开氛围灯 这种感觉还是很赞的 就讲到这个氛围灯光 在没有使用Nano Leaf奇光板之前呢 我也上手了一款很有意思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啊 这个这种格栅的光斑啊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阳光照口窗户的效果 其实那我这个房间呢是密闭的 阳光是没有办法照进来的 我是通过南光的60B加这个南光的一个灯光镜头来实现的 通过在灯光镜头上插入这种有格栅的插片来实现 也可以使用不同造型的插片来实现不同形状的图案啊 也可以插入不同颜色的绿纸来打出不同颜色的光 平时呢我不仅会用这个镜头来实现一些背景光线的氛围啊 也会用这个镜头来给一些产品来进行补光拍摄 拍摄的效果呢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OK关于我的初次啊工作空间桌面1.0分享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其实这个狭小的房间已经经过我多次改进了啊 虽然算不上完美 不过相比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那个工作空间啊是有了很大的改进啊 我也喜欢上了就是在这里创作的感觉 如果大家对我的桌面空间呢 不止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讨论交流 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